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第四五节课 我讲课的一般是我们前面十分钟 会稍微花几分钟回顾一下 我们上节课讲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把上节课的这个作业也会讲一下 我们上节课呢,讲到这个numpy 对吧,这个numpy 很重要一点呢,让大家记住了 就是这两个关键词,对吧 一个叫homogeneous,一个叫multidimensional arrays homogeneous的意思就是说 它储存的里面的数呢 它这个数据类型是必须一样的 然后multidimensional呢,它是可以是一个 个维度的一个东西 对吧,个维度的话,这样的话 你可以对不同的维度做不同的一些操作 这个我们在我们的作业里面 就能够体验出来 numpy跟list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list里面的元素的这个类型 可以不一样,对吧 然后numpy呢,你可以做一些vectorized computation 然后它的速度呢,要比list要快很多 然后我们讲的怎么create一个numpyNBarray 对吧,我们这里先讲的呢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range函数 然后去reshape一下,对吧 然后常用的一些检查这个numpyarray的一些属性的函数呢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写一下type 对吧,或者看一下它的shape 就是形成一个tuple 然后里面就告诉你每一个维度 它的这个size是多少 然后呢,也有个n dimension 对吧,它就能够告诉你它有四级维,对吧 然后datatype呢,就能告诉你它的这个 每一个元素它的这个数据类型是多少 对吧,然后numpyarray呢,也可以通过这个nesty list 然后能够创建,对吧 也可以通过一些placeholder 比如说这个ones, zeros 然后你要给定它的这个shape,对吧 或者呢,你创建一个array 跟另外一个numpy object是一样的,对吧 比如说ones like, zeros like,这些都有 你可以创建一些identity matrix 这个呢,叫linear space,对吧 它就是在一段曲线里面它能够均分 这些这么多点 创建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对这些array进行各种操作,对吧 然后这个操作呢,都是叫vectorized computation 对吧,虽然你这里只写了一个除法 或者开平方,对吧 它呢,就是这里面的每一个元素的分别就这样同样的一个事情,对吧 然后呢,它会利用到计算机内部的这个multi-threading 或者这种并行计算的一些东西,对吧 所以它输得特别快 而不是一个一个足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ok 然后我们又说了这个能做这种vectorized computation 就需要有那种universal function,对吧 比如这种除法或者开平方sign啊,这些都是这个universal function 而且这是叫uniori-universal function,对吧 然后呢,有时候呢,也需要建立一些boolean array,对吧 就是这样的话,它这个array里面的质量,要么是true,要么是false 我看有位同学在读院里面comment 就是说为什么true或false,你写个min的话就能够求出它的平均值啊 因为在python里面,true呢,你可以认为它是等同于1的 false呢,等同于0的,对吧 如果你有一堆true,有一堆false,你把这些1或者0,求一个平均值的话 那就是有百分多少的是true,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handy的很多时候 就是说,这个universal function呢,也有这个二维的,对吧 就是一个是uniori,一个是binary,对吧 binary就是比如这种乘法,这个乘法呢有两个,对吧 一个是element-wide,一个是这种矩阵的乘法,矩阵的乘法呢有好几种写法,对吧 这个dot,at,np.dot,这都可以,对吧 然后我们也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函数 叫np.random,对吧 就是numpan里面去产生随机数的一个方式,对吧 产生随机数呢,总共是在一个分布里面去产生随机数,对吧 然后这些分布是啥呢,对吧 可能是uniform distribution,也可以是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个,这个就跟很多统计的东西相关系,对吧 这个我们以后大家会说得到这些 然后你看这里呢,也可以处理这个complex number,对吧 接下来很很实用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 我们可以对这个numpan来做array,做一些statistics,比如说求和,对吧 然后这个求和呢,也可以在不同的axis 操作,对吧 有位,好像是李金同学,就问这个axis 还是没有搞清楚,特别试试一下,对吧 其实它就是各种不同的维度 比如说我们这里建立了一个,就是r乘三维的这个维度,对吧 它就是它有r维,对吧 axis 等于0呢,就是代表r这个维度 就这个维度,其实是 如果你在这里做个sum的话,就是把这个维度给消灭掉了,你可以认为 就不会存在r的,只有3了,对吧 那就是把这,就是 每个column相价,你可以认为,对吧 如果是x等于1呢 那就是把这个3给消灭掉了,对吧 因为这个r是0嘛,3是1,对吧 就把3消灭掉,这样的话得出来只有两个数 两个数呢,肯定就是每一行的相价,对吧 所以呢,它得出来只有两个数,就是这样 除了这个sum,我就写一下吧 所以呢,我们说过这个numpad呢,它并不是 Python自带的一个package,对吧 所以呢,我们每次呢都要import一些 这个ns长这样,对吧 然后sum呢,就是把所有的数字一股脑都上加了,对吧 然后呢,access等于0呢,就是说,它只是对r 就最前面这个access做一个操作,对吧 然后,你看这个就消灭掉了,然后它出来的结果呢 就只是一个eV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eV的东西的这个size就是3,对吧 你想如果它结果是3的话,那肯定是对column进行求和,对吧 然后这里呢,是对rho进行求和,对吧 然后呢,你也可以求这个standard deviation 然后其实,看看 我上去课忘了讲了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 也有一个argmax或者argmin这些东西,对吧 比如说这个access等于0的话 你看看它会生成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呢 它呢,就会告诉你 0是第几行的数是最大的 比如说,第一个counter里面 是这个0.78是大于0.34的,对吧 所以它反分就是1,对吧 如果这里0.86是大于0.41的,它又反分1,对吧 如果这里呢是0.88是大于0.78的 所以它反分的就是0,对吧 所以这个argmax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function 就统计的一个function 除了这个sum啊,min啊,然后min啊,min啊,maxim啊,什么这些 或者你可以跟这个a.max对照起来看,对吧 你看看 如果是max的话,它就是0.78,0.86和0.88,对吧 如果argmax的话就是分别是1,1,0 这个两个对照起来,你就知道他们两个每次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我们这个上,呃,作业呢,有一个地方会用到这个argmax,对吧 有些同学可能他不知道有这样的方式存在 所以呢,他就是把这个max给找到了 然后就loop一下那个维度,对吧 然后看看哪一个数字是跟这个max是一样的 然后把这个index给求出来,对吧 就是我们前几天,就这个codinginterview的时候 我们给季坤做的题目就是求这个argmax,对吧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个题目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是这个 啊,还有一个codingsum,对吧 这个有,所以也会用得到 然后做这个indexing和selecting的话 就跟这个list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比如说接受它这个negative indexing 然后一个区间呢就是包括前面的数 不包括这个后面的一个数,对吧 这个也,然后我们这里就讲了一大堆就是 你要注意这个deep copy和shallow copy这个区别,对吧 所以要保持谨慎,有时候 然后boolean indexing,这个是用的比较多的,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create一堆,就是只有true和false 然后呢也可以跟这个,我们平时这个slicing也可以结合使用,对吧 这个呢就是找出sorname等于bub那些行,对吧 然后列呢就是找出这么多列,就这样子来的 然后我们又讲了,这个东西,对吧 这个也是就是初学者非常容易confuse一些东西 我估计好多上班来的也没搞清楚,就没有真正搞清楚这些符号的区别,对吧 就是and和这个and,or和这个竖线,对吧 然后这个not 应该是这个not 和这个波浪形,对吧 就是前面呢就是单一的,你可以认识是单一的这个true和false 然后做一个比较,对吧 然后后面呢是一个group 就是一堆true和false,对吧 比如说你看这里是一堆true和false 这里又是另一堆true和false 然后一一的去做这个比较 如果你有时候还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 比如说 7 and 8 你看看它会反向一个啥东西出来 它会反向一个8 然后如果你写个and的话 它会反向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反向一个0 因为这个and呢 我们说了它是做一个group的一个操作 所以它会把这个7和8都convert 成为一个r竞纸,对吧 这个数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能不能 怎么convert成为r竞纸 这个7的话应该是个 就不断的去除以r 第一个除以r就是1了,对吧 然后就变成3 3次除以r就是1 就是11 其实是 如果是8呢,那就是11000 应该是,对吧 所以呢,它会把这个0111和11000去 一个一个的去做and,对吧 然后呢,你就发现它的结果应该就是0 是这个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data小于0的,对吧 就有些地方数有些地方数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有些数字给选取出来,对吧 然后你可以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话就是把小于0的地方就变成0了,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呢 这个names呢是另外一个 就是 这个data里面,names不等于只有的那些行 是整个一行都会变成7,对吧 这个意思 fancy index 有点advanced,对吧 就是说 它的这个操作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 这个index呢 可以不只是一个数 它可以这个list 比如这个list就是4306,对吧 它就会把 好多行给选取出来 而且是按你说的这个顺序给排列出来 这个有时候就非常handy 然后呢 就是在r位里面就翻出index 可以这样 universe function 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对吧 应该不用太多说这些东西 ok 然后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函数叫np.where 对吧 就是如果你出现一个tunary的condition的时候 然后就是 if这样的话我就那样 对吧 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换个样子 对吧 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经常会用到这个np.where 然后这个double 刚才已经讲了 对吧 然后这个booleanarrays 就是一对true和forse的话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一个叫any 对吧 就只有所有的都为true 我才能true 对吧 all的话就是只要有一个为true 就会为true ok 就是 就是我们算计课讲的这个内容 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上个节目课的作业吧 嗯 在讲这个作业之前 我们上周有两位成员新加入的 我们要不让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们两位 我看看他们在不在 陀琳你要不要说几句 你稍微介绍一下 嗯 大家好我是陀琳 嗯 我是Stony Brook University 毕业的计算生物系的PhD 然后我是刚刚从纽约搬到了马里兰 然后打算找Data Science的工作 嗯OK欢迎 我发现他第一次作业就写的非常之好 非常一看就是基本功比较扎实的 谢谢 嗯 对另外一个是管兴 啊管兴你能说几句吧 嗯 大家好我是管兴 然后是乔治诚 嗯 Public Policy 杨二马上毕业了 然后还在找工作吧 好 那也欢迎 就是 对他本科也是 你是去文科出生的是吧 哦对本科学经济的 啊学经济 然后现在读这个Public Policy 对对对 管兴其实我也没见过 这就联系到我们第二个要说的事情就是 我们这周五不是大年三十吗 然后星期六呢是大年初一 然后其实呢我们这个party呢 可以星期六下午也可以星期天下午 嗯 我们要不稍微调查一下就是 如果你能够星期六星期天都来的话 你就写个六日吧 如果你只能星期六来的话你就写个六 你只能星期天来的话写个星期天 比如说 我们看看 嗯 定在哪一天会比较好一点 大家就在这个chatbox里面打一下好了 啊就是你的这个preference 六六啊六日六 ok 啊那跟我们这个之前的这个计划差不多了 那这样我们还是定在星期六吧 因为我看到好多 呃星期六有很多这种举办的活动啊晚会啊啥 我怕大家有些想去的就是明星期六去 就是明星期六去 啊那现在既然就是 呃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要么是六 要么是六日 那我们就还是定在星期六好了 嗯 嗯 然后我出来我准备搞两个主题 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起包饺子 然后我们有位同学已经自告朋友 呃 呃 对我们我们就把这个信交给你了 哈哈 嗯好没问题 我就告诉你多少人了 他说其实 嗯好 嗯 对有些工具 因为我我说完就不会的就是工具啊 嗯 有些工具的话我可以带到时候就是问一下大家 嗯 有没有口味上的要求 会不会或者是嗯 有有宗教就不能吃猪肉或者是过敏啊 或什么有些东西不能吃的就 大家就提前说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人数这样就比较方便方便就是计算到要买什么东西 嗯好 那非常感谢了 哦 不会不会 嘿嘿嘿嘿 那我们就还是定在星期六吧 嗯 我看看我当时是写星期六几点的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要包饺子 我们可能这次可能早一点 我们就定在三点到八点 大家觉得怎么样 大家可以早一点来 因为我们 嗯 我觉得这个一起包饺子还是有个疑似感 然后也有个过年的这个气氛吧 然后就在我家 到时候呢 大家也会更加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就是 嗯 第一个是包饺子 第二个呢 我是准备做一些 啊 迷啊什么这种东西 啊 就一方面呢 是跟这个 就是跟文化相关的 什么字迷啊 成语啊 这种 另外一方面 就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跟 我们学过的这些知识 结合起来 我去想一些这些迷 OK 嗯 然后看 谁能拆手我们给一些红包 他的 啊 这是这个 看看 啊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我们这个上集课的这个作业吧 啊 啊 第一个题目就是让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算法的一些东西 对吧 啊 这个题目呢是lead code的一道中度 啊 就是median 啊 level的一个一个一道题目 它是这 题目是这样子 就是根据一串数 在一个例子里面 比如说2350 对吧 啊 70 比如这样啊 你要找到一个subsequence subsequence 但是你不能改变里面的order 对吧 比如说我看到里面有2357 对吧 然后这个subsequence呢 它是不断向上增加的 OK 然后我们想看看那个最长的subsequence 的长度是多少 对吧 比如说这个subsequence的话 最长的就是2357 它是四位的 你就要反复一个四 对吧 比如说有另外一个subsequence 比如说07 对吧 它最长的只有2位 对吧 你就没有这个四位长 对吧 如果你比如说你是54321的话 那 最长的subsequence 就只有一个数 对吧 因为你任何两个数挑出来 它都是会下降的 对吧 所以呢 你就只能反复一个1 这个题目怎么做呢 嗯 我们要用到一个 讲过的一个东西 叫dynamic program 中文叫动态规划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 嗯 我们先assign一个list 嗯 这个answer 我这里定义了一个answer 它是个list 对吧 它所有的字都为1 然后它的长度呢 跟这个nums 长度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 然后 其实我这里最好写一个comment 对吧 这个answer i i is the longest subsequence 就是最长的这个subsequence 就是最长的这个subsequence that ends with nums 对吧 就是说 answer 第1个呢它是最长的这个subsequence 但是呢它必须要在第1个里面去终结 就是一定是包括这个最后一个数的 对吧 然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 因为我们选这个subsequence 就是 最后一个是哪个都无所谓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2下57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7 对吧 它并不是0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个answer里面选那个最大的 对吧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去loop一遍这个answer 对吧 就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7吧 这个是最长的 对吧 7呢你就去看前面 最长的是多少 比如说前面这个5 最长的是 那它已经有三位了 对吧 那个7呢又大于5 对吧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加1 0 比如说它这里只有一个 对吧 那就是1 但是7呢的确是比0大的 那你也可以加2 但是呢 这个R呢 没有之前的5 没有 之前的3加1那么大 对吧 所以呢 呃 它就不行 它就不是最长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去loop一遍这个num 对吧 然后呢 4j in range i 就是对每个 就是我在考虑i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0 比如说这个7是i吧 然后 每个j 就是每个前面的这些数 对吧 一直到这个i-1 对吧 如果 我这个i这个数 是大于 这个dj上面那个数的时候 我呢 至少有种可能性 对吧 就是 就是 你要么是 answer i不变 对吧 要么呢 就是answer j再加上1 对吧 我总共是要取一个稍微大一点这个数 对吧 所以我去 我就会取这两个数的那个 较大的这个数 然后呢 我返回呢 就是 呃 最长的这个answer 其实这个题目呢 你看这扣的一共才多少行 一共才六行扣的 对吧 但是呢 呃 一开始要想清楚了 也不是那么容易 说实话 而且 呃 但是呢 你想清楚的话 你把它变成这个code 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 立的code里面 这个题目是非常多的 然后 如果你不太明白某些题目的话 你就直接去google这个题目 对吧 然后你去youtube啊 然后去一些blog上面 都能看到别人的这个解法 很多时候呢 还不止一种解法 其实这个题目最优的解法 还不是这样一种 是吧 最后的呃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了 就是最后的解法 可能稍微更复杂一点 是 然后呢 你可能要回答一下 时间复杂度的这些问题 是吧 就这里有个复 这里有个复 对吧 其实只能等于是把这个历史给 呃 便利了两遍 所以呢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n的平方 对吧 那其实呢 呃最佳的呃 时间复杂度是on log n 但是 但是我们这里就不讲了 因为我们这个课呢 呃 不是那么focus在这个算法上面去的 但是呢 我是 呃 一般要求呢 就是说 大家最好把这个立扣里面 所有一定的题目 你都能够做出来 啊 medium 题目呢 至少你看别人的答案 你能够看懂 这 你至少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 就是 啊 这个算法呢 其实好的 比至少东海还面试的话 考的不是很多 然后很多时候呢 都是这种on line assessment 啊 如果你把我们讲过的这些题目都学会的话 你做这些on line assessment 你都会发现特别容易一些 是不 巨简单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这种感觉 啊 但是呢 这个 我们之所以要稍微讲一难 讲难一点点呢 就是说 嗯 就好像是大家踢足球一样 就是说 嗯 你去集训的话 你就去高原集训 对吧 那个空气都很稀薄 对吧 你在那边跑过来的话 你在平原里面踢别太阳 你就会觉得非常游润有余 这种感觉 这个 写code也是一样 你这个写 写栏的这种code 或者 就需要一点思维 需要一点想法的一些code 你写多少的话 你再写这种一般的code 就是比如说戴下包这种code 啊 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润有力 其实都是 就是这个样子 啊 啊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呢 就是 追击到这个 囊牌的manipulation 就是跟我们上课 直接相关的这个题目 对吧 啊 我们是假设 呃 一个班呢 有20个学生 然后比如说他们去年呢 参加了实施考试 啊 每次考试呢 也有五门课 对吧 就比如说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 就这五门吧 啊 啊 然后 呃 比如说某个老师呢 就把所有的成绩 呃 save 到了一个numpad array 上面去叫grade 对吧 啊 然后你看这个grade 是怎么定义出来的呢 就是这个rent integer 对吧 我之前是写的一个 是一个什么方式去了 是normal distribution里面来的 对吧 我这里呢就是说 是从50到100里面 随居抽取数 对吧 就是random的去generate的这些数 然后呢 你看我们这里就出现了一个tuple 对吧 然后这个tuple里面 第一维呢是这个学生的这个维度 就代表是第几个学生 第二维呢就是代表是第几次考试 对吧 有十次考试 他就写了个十 啊 然后第三维呢是代表 是哪门科目 对吧 比如有五门科目 那我这里就写了个五 对吧 比如说我这里执行完之后 他就生成了一个grade 对吧 啊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grade 长成什么样子 啊 但我不建议你就直接去写这个grade 你看这个都巨大无比 是吧 啊 你可以呢比如说写个grade 0 是吧 这就是说明是这是第一位学生的 所有考试的成绩 对吧 比如说第一行 就是他第一次考试的成绩 就是第二行考试的成绩 对吧 然后你看这里面都是50到100 50到100里面随即抽取了些数 对吧 所以呢非常符合这个真实情况 是 因为我之前是生成了一些float 然后呢小数点后面就特别多位 对吧 老师给你成绩的话肯定不会给你小数点那么多位 对不对 啊 就是这个 嗯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试图去回答一下下面的一些问题 是吧 第一题啊 就是我们想看看第二个同学在第五次考试里面的这个数学成绩是多少 对吧 这个非常简单 啊 我们就看一下 你看 是这个三个维度 对吧 第一个维度就说明是他第几个学生 对吧 他是第二个学生 对吧 第二个学生他的index为1 对吧 因为我们的这个所有的index都从0开始 对吧 你这里就相应的去减去一个1 啊 然后呢 我们想看到第五个考试成绩 对吧 那个 第五次考试呢 那他index就为4 对吧 然后最后呢 就是想看看他的这个数学成绩 数学是第二个对吧 那他的index就为1 对吧 所以我这样执行完之后 你看他是考65分 对吧 这就是他的这个 啊 我们要做的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应该大家部分同学都没有问题 第二题 啊 就是what is the average score of physics in exam 2 of all students 对吧 所以你要搞清楚 啊 首先是我们要知道 啊 是all students 对吧 所以你自己就直接打个冒号就行了 啊 你不要我看有些同学写一个冒号20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写法 因为你是在做hard coding 对吧 啊 因为如果你这个班上不是20个学生 有50个学生 你写个冒号20 那你就统计了前面20个人的这些成绩 对吧 啊 你就没有考虑我是想吃all students 啊 这是第一位对吧 第二或者第一个axis 第二个axis呢 是 啊 Exam 2 对吧 Exam 2 它的index就为1 这个没有问题对吧 然后是physics score 对吧 physics是第四门课对吧 那它的index就为3 对吧 啊 我们把它算出来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看看它导致什么样子 对吧 啊 那就是一门考试成绩嘛 那有20个学生 那就有20个成绩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20个成绩里面 我想求它的average score 很简单 就是你就点个min就行了 对吧 啊 它就出来了啊 啊 啊 还记得还有一些另外的写法呢 比如说你写个np点min也可以 对吧 你把这个加进去 你会发现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就73.7分 对吧 这就是 他们的考试的这个平均分数 对吧 啊 第三题 啊 不然就是我们想着 知道哪一个学生 在第五次考试的时候 就是它的总成绩是最高的啊 这个题目稍微有一点点难住了 这一点啊 我给大家想一想我这个思路是啥 对吧 所以我们所有的data都肯定在grade里面 这就没问题 对吧 然后呢 我是想知道第几个学生 是哪一个学生 对吧 那我可能我是要考虑所有的学生 对吧 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 呃 在考虑所有的人的分数 对不对 呃 所有科目的分数 所以呢 我就会生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table出来 这个table是啥意思呢 就是 每一行就是一个学生 对吧 然后呢 这里就告诉了他的 这五门考试的成绩是多少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想知道 这种分是多少 对吧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求和的操作 对吧 但是这个求和呢 我们是对每一个学生分别求和 对吧 你看学生是在这里 然后 嗯 考试成绩在这里 对吧 所以求和呢 是在最后一个axis 求和对吧 啊 啊 啊 在这之前呢 我先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吧 你先看看他的shape是长什么样的 那shape就是25了 对吧 就是 所以他变成一个二维的一个 呃 呃 对吧 然后前面是第一维呢 是所有的这个学生 第二维呢 就是 不同的科目 对吧 所以呢 我需要对这个 啊 啊 axis 啊 等于一 就是进行一个操作 对吧 比如说你看我这样就算出来 对吧 这样的话他就给我20个成绩 每个学生的成绩的总分 对吧 分别是392分 341分 但是我现在是想知道 哪位同学最高 对吧 啊 我们看看这个最高是多少 这在哪里啊 这也有个409 对吧 最高就是409 对吧 然后大概呢就是0 1 2 3 6 大概是6吧 啊 如果你你就打个max的话 他就出 哎呃 有个463的我刚才没看到啊 啊 463 我们看看这个463的同学 大概在哪 哦 在这里对吧 就倒数第三个同学 对吧 那就是第17个同学 对吧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argmax 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呃 这个第17个 对吧 啊 463 哦 sorry 20 19 18 对吧 对吧 啊 当然他这个是index 他就给我们这个17 对吧 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 是第18名同学 啊 他在这次考试的话 他的总分是最高的 对吧 啊 当然我们这里做完 我把这个再删掉啊 所以 我们做完这一步之后 我们这个area 就变成一维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做这个argmax的时候 因为只有一维嘛 那我们就不用写任何 argument 对吧 因为他只有一维 我们就可能在这个 维度上面做一个操作 然后找出他哪位同学 是最高的 对吧 第18位同学 对吧 然后这个题目呢 其实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写法 啊 啊 这是这第一个写法 对吧 第二个写法呢 你可以 比如说我想知道 不仅是第五次考试成绩 我想知道每一次考试成绩 就是每一次考试 每位同学的总分是最高的 对吧 那我们有十次考试 那就有十个第一 对吧 啊 那我们怎么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首先呢 还是这个grade 对吧 我们呢是要取 你可以认为就是 我们要取所有的学生 对吧 然后所有的考试 然后所有的科目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sum 对吧 我们要求和 啊 求和 这哪一个x的求和呢 是最后一个 对吧 啊 就是x等于r 因为我们在把所有的总分求出来 对吧 然后你看看它导致什么样子 我就插了个s ok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对吧 啊 你怎么解释这个 这个东西 ok 这个arrays是啥意思 对吧 你看每一行就代表某一个学生 ok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学生 第一次考试 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第五次 第六次第七次 第八次第九次 第十次 每一次考试的总分 就给我们算出来 对吧 然后你看这个grade的话 我其实把所有的data都选上去了 所以呢 我这里根本就不用写 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我 我做完这个事情之后 啊 我想知道每一次考试的 啊 我先看一下它的shape吧 这样的话更加奇怪一点 你看它现在就变成20 对吧 因为20个学生 有10次考试 然后呢 我现在想知道 每一次考试 啊 学的分数最高 对吧 那我会 产生 啊 十个分数出来 对吧 就十个第一出来 对吧 那我就是这个shape等于10 这个维度会保留下来 你想想 对吧 所以呢 我这个argmax呢 可能是对这个x等于0 进行一个操作 对吧 我就写个access 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对吧 这个说明啥呢 就说明是 这是第一次考试是第一位同学最高 对吧 第二次考试是第15位同学最高 第三次第40分别是这样子算出来 对吧 然后这里呢有10个数字就代表实时考试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是想知道exam5 对吧 那我们就写个index等于4 就行了 然后你看看 也是等于17 对不对 你看这两种方法 它其实是输图同归的 对吧 其实呢 呃 第二种方法其实更好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仅 呃 我可以把每次考试最高分数都算出来 对吧 呃 就是哪位同学最高我都算出来 你最后要exam5 我就取个index等于4 就行了 对吧 这个呢 就是说我先做了一个subset 我就只考虑exam5的这些东西 对吧 这样的话把维度先降低了一位 然后你再去考虑这些东西 啊 就是这个 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啊 也可以随时打断我 如果你能把我这第三个 啊 这是q2 啊 把这几个问题都能搞清楚的话 我觉得numppy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好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把 呃 一些分数设成100 什么分数呢 第10个呃 学生 那就是index等于9 对吧 然后他每次考试的 那就是这里是个冒号 对吧 然后chemistry exam 那就是最后一个考试 对吧 那index就为4 对吧 或者你写个-1也可以 对吧 然后呢 他变成100 对吧 然后呢 你要去 每次你做完一个修改之后 你主要是去给 呃 看你call的人去演示一下 你做的这个东西是 生成了你想预期的这个效果 对吧 比如说我就写个grade9 我现在执行一下这句话吧 然后呢 他就会告诉我第10次 就第10个同学每次考试的分数 对吧 这是他第一次考试的分数 所以化学变成100了对吧 第二次考试也化学变成100了 对吧 他就每次化学都变成100了 对吧 就跟我们这个预期是一样的 对吧 就这题 好 然后这一题呢 这是我后来先加的一个题目 所以呢大家都没做 但是呢 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没有测试大家的这个 boolean indexing 这个东西 所以呢我自己出了一个这样的题目 然后我跟大家一起想讲这个思路吧 我们想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认为就是 某一次考试成绩大于90分 就说明这是一个优秀的考试吧 优秀的学生比如说 然后呢我们想知道 哪一个exam 就是或者说 或者打个这样的一个比方吧 就是 就是 我们想看看 语文里面 就是算90分的有百分多少 数学里面有多少 什么 每个科目都算一下 对吧 然后我们想看看哪个考试是最容易的 对吧 因为这个考试容易的话 才会有很多人 这个分数算90分 对吧 你怎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吧 这样子 首先是我们要考虑这个 这个grade 是大于90的 对吧 你看我们这样 如果写个这样的东西的话 它就生成一大堆的 这个tue或者force 对吧 因为 它在某一个元素 如果大于90的话 它就变成tue了 否则就变成这个force 对吧 比如说 我生成 这还是一个三维的东西 所以它不太好看 如果你写个0 那就是 这就是第一次 第一个学生 对吧 因为它有些地方是true 有些地方是force 然后我这个 再怎么办呢 因为我是想看看 哪一个科目 对吧 哪一个科目 它的这个 上90的这个比率很多 对吧 所以我要求一个mean 然后这个mean 这个axis 等于啥呢 就是 我先看一下这个shape sorry 这样会更加直观一点 现在shape 跟这个grade shape 还是一样 还是20 10和5 对吧 然后呢我到最后 你想我到最后生成的一个东西呢 可能就只是 有五个数 对吧 就是语文的是百分多少 上90分 对吧 数学多少 就是每个科目分别有一个数 对吧 也就是说我要把前面两维给消灭掉 你才认为 对吧 我要消灭前面两维了 对吧 那我取个mean 因为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true是为1 force又为0 对吧 那你把这些一对true和force 取个mean的话 就是有百分多少是true 百分多少是force 但是我要把前面两维都消掉 对吧 那我写个axis 等于多少呢 我这里要用到一个tuple 就0和1 对吧 把01都消灭了 然后我就你看这个结果 sorry 哦 因为我为什么写个shape 对吧 shape已经去掉 ok 然后这样就出来了 对吧 你看 这就说明是 语文是22% 呃 22%的考试 呃 是大于90的 就优续率22%了吧 你可以认为 数学优续率20% 就英语15% 对吧 你可以这样认为 对吧 但是我现在想知道是 哪个最高 对不对 那你就用 又学来用到这个ArcMax 对吧 然后这里就只是一维 我就根本不用写这个axis 对吧 如果我这样写的话 那就是第四个 对吧 第四个呢 呃 因为我们这里一共就五个嘛 第四个index为四呢 就说明是最后一个 对吧 就是化学 就是化学 上90分的 呃 比重是最大的 啊 其实为啥呢 因为我们之前把这个化学 某一位同学的这个化学成绩 都改成100了 对吧 所以呢 至少这位同学 每次化学都是优秀的 对吧 这样的话 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提升了 其实你可以这样认为 所以呢 这个题目就这么紧了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 还挺有意思的 啊 这里呢我只是 就是有些同学呢 就是说 啊我们有三维嘛 对吧 我们呢 只是想保留最后一维 所以把前两维呢 你可以分别做这个min access等0 然后呢 它就少了一维了 对吧 然后你再做个min 啊 然后又少了一维 然后再做这个argmax 也是一样的 啊 但是呢 啊 啊 这种写法呢是最简单 最明亮的 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这个 啊 这个题目 就稍微调查一下吧 如果你觉得你听明白了写个yes 如果没听明白写个yes 如果没听明白写个no OK 嗯 啊 这这这些题目都是我自己出的 嗯 但是呢 我觉得尤其是这个题目 能够考到大家很多 这个囊牌很 嗯 基础的一些操作啊 非常实用 其实会 嗯 嗯 下次我说不定可以把它做文面试题 所以大家考考 嗯 嗯 第三题啊 嗯 嗯 嗯 啊 嗯 嗯 对吧 嗯 嗯 嗯 然后看这个飞标有百分之多少是在这个圆里面的 对吧 嗯 因为 这个圆的面积是π2的平方 对吧 然后这个square的面积我们也能算出来 对吧 然后把这个面积 如果相比的话 就是 呃这个飞标在这个圆里面的这个概率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这个 呃 派给呃 估计出来 对吧 这个我们大家应该都没问题 然后我们这个飞标的n的数是非常之多的 比如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嗯 我都拿着去数了 嗯 然后呢我们就生成这个所有的点这个x坐标 对吧 这个x坐标呢 就是呃 嗯 通过一个uniform的 对吧 因为-1到1之间呢 我是随机取样的 就是不存在 某个地方 比另外一个地方 我应该要多取点概率高的一个情况 对吧 就是在-1到1里面取n个 对吧 y呢也是在-1到1里面取n个 对吧 然后 这是所有的点x坐标 所有点的y坐标 对吧 这些点有没有在这个circle里面呢 我建立了一个bullying的array 对吧 easingcircle 对吧 你就看x平方加y的平方 如果是小于1的话 对吧 那就在这个黄色区域里面 对吧 所以大家这里看起来像一个图圆一样 其实是一个圆 嗯 如果小于1就是在1-1的circle 对吧 1-1的circle 就是一堆truehold force 对吧 如果我求个min呢 就是能看出有百分之少是在这个圈里面的 对吧 然后再乘一个4 对吧 因为这个 呃 这个正方形 它的这个面积是4 对吧 就是r的平方 然后你跑一下 你看看 它特别快 对吧 非常之快 啊 我不记得就是当时我们之前是用讲的这个for loop 去做这个事情的 啊 你可以比较它的这个performance 尤其是你把这个n 呃往上提高的话 啊 我觉得这个它的这个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啊 啊 这也教会了我们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 其实就是也利用了这个B型处理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能够parallelize这些操作的话 啊 啊 当然这个numpin 它本身就是universe function 它本身就是parallelize 所以你不用去想这些底层的东西是怎么操作的 啊 你就这样这样写就行 对吧 呃 对 然后我这里稍微做了一个图 对吧 你看 是做了一个scat plot 啊 这个我们会慢慢去讲这个 呃 Prt呢我就做了一个scat plot 对吧 闪点图 啊 然后这个x点呢 这就是x座标 对吧 当然这里面有一堆数 啊 y呢就是y座标 c呢就是color的一些 所以就用什么颜色呢 就是in the circle 就是一堆true hold force 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这个true hold force 它的颜色不一样 对吧 所以我能够display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 啊 稍微make a point 啊 然后这里呢 啊 我自己也稍微做了一个 呃 另外的一个试验啊 因为 我们这个的话是把xy的这两个点给分开 储存的 对吧 其实我们可以 呃储存在一起 就是 我还是用这个randomuniform 这个function 也就是从负1到1之间 啊 但是呢我会生成一个tuple 然后呢 有 有n行 对吧 每一列这两列 对吧 这样的话我把它xy的都存在一起 就是这个point 啊 嗯 然后这个noun panel 还另外一个方式叫linear algebra 就这样一个写的 然后呢 它可以求一个norm 啊 这个到时候我们去讲这个 新型代数人会讲这个norm 是怎么定义的 是吧 就是 每一个vector 它的长度就叫norm 对吧 啊 我们对这个point求一个norm 然后这个access 就等于1 对吧 这样的话会 呃 我现在啊 会出现一个 啊 这样的话我就是能够把 呃 这个 呃 啊 给 我看x等于1 R给去掉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点 我都能算出来 它到 这个圆心的距离是多少 对吧 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啊 就这样 啊 对吧 然后我看一下shape吧 这样的话就被人家看 你看 这个shape就是这么多 大概是100万吧 可能 啊 我就有一百万 一百万个距离 对吧 然后我这个一百万个距离呢 我就看有多少是小于1的 对吧 你看 就是一堆true or false 对吧 啊 然后 我再求个min 啊 其实跟刚才很像了 就是 这是0.783 对吧 然后再乘一个4啊 也是3.14 对吧 你看 它比 对啊 你看有些3.14 3.15 3.14 都差不多 对吧 你看这里呢就 我还 其实如果你要省空间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point 这句话 给paste到这来 对吧 这样的话我就用一行 来解决了 这里就用五六行 对吧 那我们用这个for loop的话 那都是至少是十几行 要做的一个事情 对吧 得出来结果也是一样的 这里就用了这个linear algebra 这个norm 这个function 就是 这是第三题 第四题呢就是 嗯 我们验证一下这个centual limit theory 我让大家回去研究 因为我们上次 就是 问大家的时候 可能大部分同学都不知道这个 啊 centual limit theory 是什么意思 啊 我们先 我现在再调查一下吧 如果大家觉得你 你大概明白了 你写个yes吧 如果你没明白 你写个no 如果你觉得 是懂非懂 非懂的话 你写个ok吧 我们看看有多少同学 就自己背后做研究 能够了解这个东西 ok 有ok了 嗯 是不是没人敢写no 你偷偷写个no 给我看看也可以 如果没人写no的话 我们到时候讲这个centual limit theory 我会讲的比较快一点 ok 那现在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这个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 嗯 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一个population 对吧 但是我们不可能把population里面的每一个individual的东西都调查清楚 对吧 我们只能去不断的去抽样 对吧 啊 我们这个每次抽样的这个人数呢 比如说就叫nsample 比如说我每次抽16个人 然后我抽多少次样呢 就是比如说我抽1万次样 就是这个时间做1万次比如说 然后呢我这个population呢 我是用了一个simulator的这个data 我这里呢 我给大家的这个data呢 是一个政态分布的一个data 然后我这里呢 后来又生成一个 这个uniform distribution的一个data 当然我们这个data是怎么分布的 其实我不管怎样 然后你看我这个data的话 就是0到100 对吧 你看这个就0到100 然后生成了一个二维的一个array 然后第一个维度呢 是多少个sample 第二个维度呢 是做了多少次实验 然后我再生成一下吧 然后呢我又做了一个图 有时候你这个图你没显示出来 你就再直显一次就行 因为它是一个inline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这个data 是个二维的data 但是你要plot一个history history plot的话 你是要把二维给铺平 作为一个一维的data 所以呢 有个函数叫revel 你可以大约可以继续去查这个 这个函数是多少的 这个等于是二维把一维 也变成一维 然后做了一个histogram plot plt.hist 对吧 然后呢 分为100个 你可以认为有100个bin吧 对吧 你可以看看这个如果是10个bin 是长什么样的 那它长这样 因为我这个数据点特别特别多 对吧 然后又是uniform distribution 所以那你就看不太出来 对吧 然后 这是normalize 是等于一个true 对吧 所以它就是1%啊 百分多少 否则的话这就是有多少个 对吧 这都是你怎么去做这个histogram plot 的一些内容 对吧 如果大家感兴趣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慢慢去讲这个怎么做图了 你看 你Google一下的话就回到这里了 你看我们前面不是把这些东西 给剪写了成为一个plt 对吧 然后这就告诉你怎么做histogram plot 然后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这就是你的数据 对吧 这个x 就是一个array或者sequence 然后呢 有一大堆这种 默认的argument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去读这个document 然后 看到怎么写的 然后他这里呢还写的 用了很多个examples 对吧 很多时候 我也不知道这些图是怎么做出来的 你就去metapolarlab 或者tabular 或者其他地方 就是你的工具 然后你就找个类似的图 比如说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图 对吧 我就想跟这个差不多 然后你把这张code给copy过去 你看看 然后你可以随便贴在哪里 对吧 然后你再执行一下 你看 Copy to clipboard 为什么有个这样的东西 在这里 你看 这样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 你就可以搞清楚里面这些细节是怎么做出来的 然后 你稍微改一下 就是变成你所需要的一些图 你没必要就是把这些很多细节都记住 或者人家记录的东西太多了 或者你记录了 你过几天不用又忘了这些东西是啥 最好就是在网上Google去找答案就行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data给生成出来了 对吧 然后这个data是二维的 对吧 然后呢我们想知道 我再写一下吧 这个data的shape吧 我特别喜欢这个shape 我不用看这个 它的这个数据到底是找成什么样子 因为这个数据特别大 但我知道这个 第一维呢就代表我 就是每个不同的sample 对吧 第二维呢就代表我是每次不同的实验 然后呢我现在想求出 每次实验的这个平均值是多少 甚至一个新的array叫data mean 对吧 那我做了一万只时间 那就肯定回生了一万个数 对吧 那我呢肯定是把16这个数字给消灭掉 所以呢我做me的话就是access等于0 这样它就没有了 然后我再执行一下 你看就这样子对吧 比如说你想看看这个data mean 长成什么样子 data mean 然后你看有41,56,47 对吧 就是 因为我们是从0到100的一个uniform distribution 所以它平均就大概是50 对吧 所以跟我们这个预期是差不多的 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data mean的me呢 就应该是 我们比如说你看我们这求一下 就是 算一下 49.88 对吧 就跟我们这个预期是一样的 就是50 对不对 然后data mean的这个standard division 我们也可以算出来 对吧 这算是7.25 然后呢你要去比较一下 这个population的这个standard division 然后呢再除以一个根号n samples 对吧 其实这里就除一个4 那 如果是一个正常分布的话 它的这个standard division很明白 就是一个sigma 对吧 但是如果是uniform distribution的话 你怎么算出来 就是这个standard division 对吧 这就是一个统计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呢还没讲到统计 我们就先不搞这个东西吧 我们还是把它变成一个norm normal normal distribution 然后这个distribution呢 前面呢就是你的这个mu 对吧 这个呢就是sigma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 对吧 然后把这个上面呢也再执行一下 data mean的min呢 应该现在就变成100了 对吧 应该果然是100了 然后data mean的这个standard division呢 它现在变成2.5了 对吧 然后我们的预期值应该是多少呢 就是sigma除以根号n 对吧 sigma呢是10 对吧 根号n呢是4 对吧 10除4呢就等于2.5 就没有问题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跟我们这个预期值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是等于是 验证了一下这个sigma 然后我这边又把这个data mean的这个 做了一个his1plus 你看它就打成这个样子 非常接近于这个政态分布 对吧 我之所以刚才就是把这个 我们这个population改成一个uniform distribution 的原因呢 就是我想声明的呢 而且就是这个sigma 最奇妙的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population 我们并不在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 它的这个sample mean 这个data mean 永远都会成一个正态分布 这也是为什么正态分布这么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 OK 这个就是如果你在你的简历里面 写了一些统计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词位又需要 你知道你知道一点基础知识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面识管 就让你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sigma s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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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就是想想能不能你在两三分钟之内 把它解释清楚 然后比如说举一两个例子 而且比较浅显易懂 对吧 你就跟你身边的人去解释一下 他们叫sigma s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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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解释一下这个东西 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standard error 对吧 对我们讲统计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更多一点 ok 好 这是我们这个注意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 可能不能完全把要讲的东西讲完 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移到下一阵课 就没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能够听明白 能够学到东西了对吧 而不是这个进度 如果今天我们稍微慢一点的我们就都讲一两阵课 这都没关系的 好 我们今天呢 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花四节课的时间 去讲一下这个pandas 这个package 对吧 我们说这个pandas 是基于这个numpad 但是呢 他的这个 可能听说过pandas的人是非常多的 听说过 就用过numpad的人 可能倒不是那么多 因为这个pandas呢 就特别使用 然后他就是做各种这种 有很多名词的叫什么data wrangling 对吧 大家请问我们 rangling rangling rangling就是把这个data 导来导去啊 什么这种 就像一个cell一样做各种操作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package 然后我们前两阵课呢 会用一个 New York taxi 一个dataset 做一个case study 然后去 去 去帮大家 过一下这种比较常见的 这些 里面的一些functions 就是操作 那后面两节课呢 就是 我也总结了就是 前面两节课没有cover到的 一些 但是我也认为 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 就是numpad 这是很琐碎的很多东西 当然大家也会也要学会善于整 就是去总结了 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 就是你不乱的去用 然后去想啊 这样我怎么样生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吧 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不会呢 你就在我们群里面贴一下 就是说就好像季魂上次贴的那个 怎么做那个pv table 一样就是 就是说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data 对吧 然后我想转换为另外一个样子 对吧 只要你自己能够把这个逻辑说清楚啊 然后把之前之后的这个data set 找什么样子都给我们贴出来 对吧 至少我会回答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 关于这个numpad或者pandas呢 我之前有一两年是用的特别特别多 然后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我回答任何人的一个问题 哪怕是一个march的人的问题 我都会去回答 然后我觉得这两个package 其实是非常之好 我现在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就是我回答不了的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 还没出现一个就是 呃 pandas还没有的功能 对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比较重要 还没出现这种情况 我 就是 因为这个pandas 它就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community 去support 呃 就是我们上节课 我给大家看了这个 那个东西就是numpad pandas sipad simpad 这些东西对吧 有很多人去做了很多contribution 啊 然后如果 你有一些function 你觉得比较重要 但是现在还没有 或者有个方案 现在写的写的不特别好 你可以要改进的话 你也可以去request一些东西 啊 好 我们会话不多说 我们就回到这个pandas 啊 pandas很常见一个 呃 缩写呢就是pd 对吧 import pandas pd 这个pandas跟熊猫没任何关系 它的缩写是从这个pandas data analysis出来的 啊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呃 呃 数据结构叫data frame 啊 我们说的numpad叫array 对吧 它必须是homogeneous 必须是 然后是multidimensional 那data frame有什么不一样呢 data frame就像我们平时看到这个Excel的那种样子 是吧 就这样 啊 啊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呃 啊 它每个column这个data type可以不一样 对吧 因为比如说你看这里是n 对吧 然后这里是个整数 然后这里可能又是时间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Excel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你能说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第二个最大的不一样呢 就是说 呃 它有这个column name 对吧 比如这叫vindid 这个是pickup time 什么dropoff time 对吧 我们numpad里面 我们只能用这个index 就那1 2 3 4 6 7 这种 呃去access 这些value 对吧 而且data frame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不仅有这个column name 它的roll也有name 虽然我们这里你看到的是012366789 对吧 呃 其实就是告诉你这是第几行 但是这个 这是默认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 呃 呃 告诉它的这个index的话 它就是这样 但是呢 你也可以assign这个index 比如说 呃 这是一个 你们公司的一个员工的一个数据库 对吧 然后这个index呢 可能就是这个员工的功耗 对吧 因为这个功耗必须是唯一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非常方便呃 去做查找的操作 对吧 呃 呃这个后来这个pandals越来越发展 它这个index都可以不一样 就是可以重复都可以 因为我们说过这个key是必须unique 对吧 但是在这个data frame里面这个 呃 index 还可以不unique 啊 可以有多过 呃一样的 这也没关系 啊你去查找呢 它就会把 呃 这个一样的都给列出来 是吧 好 然后呢我们这里会用到一个呃 data set叫new york taxi data 我现在给大家 嗯 收一下吧 new york 呃 green taxi 嗯 我们前几 前两期都有在纽约过来的同学啊 所以 我看看 还可能还写个data 啊 data set ok 所以很多同学 就是他们知道这个new york 呃 green taxi是怎么回事 是吧 啊 因为在曼哈顿岛上 这些taxi都是黄色的 叫yellow cab 对吧 然后 大概可能是十年前吧 然后 出了这个green taxi 这green taxi呢就是 只能在郊区接客 就一般都是在郊区里面 啊 顺便说一下了这个 这个yellow taxi 它的这个牌照会是非常之贵的 就是说他 他 他一共就发了 发了 就是issue了 可能几十万张牌照吧 可能每个牌照 现在都要卖一百万 很夸张就是 啊 但是呢 纽约也有郊区 然后这个郊区 很多人又打不到车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呃 又搞一些新的taxi 但是呢 又不能想破坏这些已经有 就花了大价钱去买这个yellow taxi license的那些人的利益 对吧 然后呢就住了一个green taxi 然后他只能在郊区接客 就不能在曼哈顿岛上去 去接人 但是可以在曼哈顿岛上去drop off 就是可以的 啊 所以这个背后就有一些背景了 其实啊 然后这里有个dataset 你看 我看看啊 嗯 但是每一个月有个dataset 然后会把每一个月这个green taxi 啊 就是 接客的这个记录啊 可以记录下来 就是比如说什么时候上的车啊 什么时候下的车啊 啊 啊 花多少钱啊 找多少路程啊 这种最基本的一些信息 对吧 啊 啊 之前还会记录就是 啊 上车的经纬度啊 就是哪个地方 然后现在呢 他的这个dataset 啊 只记录是这哪个区 比如说第20区 第30区 就是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 对 因为他可能涉及到一些隐私的问题 啊 啊 这就是一个 这个open data 对吧 然后这个data呢 其实我看看还有很多其他data 估计 popular dataset 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你 苦于没有大数据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找 对吧 你看这是New York City data 啊 啊 然后你看这是job application 就是可能是 跟找工作相关的data 对吧 new driver application 就是考驾照的一些data 啊 for hire vehicles ok 嗯 subway entrance 就是跟地铁数据相关的data 对吧 entress 就是 啊 可能是车站相关的data 啊 payroll data 对吧 你看你可能想分析一下 纽约每个 the data sentence都赚多少钱 对吧 你可能就用一下这个data 是可以的 啊 比如说你点进去 你看这里至少有个xlsx 就是一个excel 对吧 我都不知道这个excel有多大啊 啊 你看 所以说这个ros有300万行 对吧 有17个column 然后这里的台北会告诉你每个column 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这个东西叫data dictionary 对吧 因为这个column name呢 一般都比较短嘛 对吧 但是呢有时候需要去解释一下这个column name 是一个具体一个什么意思 对吧 然后有个preview 对吧 你看 哦 你看 your first name last name 什么这种东西 这可能是都是这种 公立机构的 对吧 因为公立机构必须要公开这个员工的这个信息 对吧 所以你这样的话你都能看到这些人的 你看base salary 对吧 啊 然后呢是按链付的 就是按链付的 这个按天付的 啊 然后这是什么 他的这个title 这个title叫executive deputy administrator 对吧 然后他一年正22万 比如说 啊 painter 对吧 就是按天算的 associate project manager 84 对吧 Duty labor 这也是按天算的 对吧 啊 是这样 啊 所以呢 这个data呢还是 你看这有300多万调数据 对吧 所以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你也可以去分析这些data 啊 我们这里是用了 这个new york taxi data 啊 我现在回到这里吧 然后呢 他这里是存在这个amazon aws里面去的 啊 然后我也不记得这个链接我是怎么找到了 一些 反正啊 我们就用这个链接吧 然后这个链接里面呢有两个数 一个是 一个year 一个是month 应该是2017年6月份呢 啊 可能是我当时最先处理这个数据的时候就是2017年6月份 然后我就一直用这个数据 来做这个处理 OK 然后呢 有个url 就是一个链接嘛 是吧 啊 然后 你看我这里呢 就是用了两个placeholder 这个是20 就是第四位 四位的一个整数 这是两位的一个整数 但是我这个月份呢 有可能是两位 有可能是一位 所以有个pading zero的问题 就是我的这个02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反正是占两位 如果只要一位呢 我前面就加个0 就是 好 我之所以把这个东西分开呢 就是 呃 比如说我想知道2018年 我就直接把这个改成8 就行了 或者12月我就把这个改成12 就行了 然后可以把这个整个code 全部再跑一遍 对吧 我就分析了另外一个的这个数据 其实就方便做automation 其实就方便做automation 是有一个这样一个uil 对吧 然后最最常见的一个pandas的function 就是readcsv 对吧 就是你要把这个csvfile csv是什么缩写 好像叫 comma separated v 我不知道是什么缩写 就是一种数据格式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 readcsv 对吧 有位同员给我提示了 v是啥 vector 是吧 大家就看到这个pandas readcsv有一大堆 arguments 对吧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file path 或者buffer 就是说 你可以在local里面去读这个file 比如说你把csvdownload 在你自己的个人文件夹里面 你可以去读 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只写一个 去读这个uil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它就直接从awls里面某个bucket 直接到你的内存里面去 它都没经过你的硬盘 因为有时候你就不需要这种raw data 可能raw data特别特别大的吧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 处理了一个月数据 然后就每个月数据都要处理 然后每个月数据都要处理 那你不可能每个都存下来 对不对 你可能处理完了就把它扔了 然后处理完就把它扔了 处理完就把它扔了 这样子 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就读了一个url 对吧 我现在给大家跑一下吧 看要花多少时间 我这里应该写成两个探号 我先把它kill interrupt OK 刚刚很难是读完了吗 这里是一个magic function 如果是两个探号的话 它会去算一下我这个cell 花了多少时间去读 我现在就读成了 如果这个csv生成一个df 然后这个df就是一个dataframe 这个dataframe 我们你可以去看它的这个shape 它就生成一个tuple 就是有这么多好像这么多列 现在读完了 你看花了9秒钟 对吧 我这个网速还比较快 然后这个数据大概可能是个 像400兆吧 这种级别 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也不小 我们有了这个df之后呢 比如说你想看一下df是啥 对吧 你就typedf一下 你看是dataframe 对吧 是pandest里面的这个dataframe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shape 我这已经给你打印出来了 对吧 所以它大概有 你看 有100万行 然后有19列 对吧 说明呢 2017年6月份 做green taxi的 有100万次左右 对吧 所以你就已经从这个dataframe 得到一些信息了 对不对 就大概是100万次 然后这有19个column 对吧 它后面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去看一下 对吧 有一个看看 比如说你写个head head 对吧 这样的话它就会显示前十行 是找什么样子 OK 这前十行呢 你看 有这么多column 有vend ID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vend ID是啥 对吧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就去查这个diction 对吧 它可能是r 可能是1 或者其他的 对吧 对吧 往往就是我们 尤其是公司里面的数据的话 它这个数据table 都可能特别大 我经常处理的这个table 有一百多列 但是呢 有些内容可能是 你比较重要 有些内容也没那么重要 有些内容你完全可以呼应 是吧 你不可能每一列都 搞得特别清楚 他说干啥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就去查一下 就是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pickup data time 比如说这个人是6月1号 然后凌晨33分打车的 对吧 然后它下车呢是1点39分 对吧 然后 你看这个code 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对吧 其实我知道 但是我就按common sense来说 我现在不知道 然后你看这个有个rate code ID 对吧 你看有1 2 2 3 4 对吧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我们先去看一下吧 还是查一下吧 啊 New York GoinTech Dataset GoinTech OpenData 对吧 比如说你想知道这个rate code ID 对吧 它有个Number 他没给我们解释吗 这个是啥 Number NumberData 不对 CO49 嗯 这是column 嗯 Attachment 你看这里有个Data Dictionary 我们要找的是这个东西 不是下一个东西 好 他来就会 啊 给你去告诉你每个市场 对吧 这个rate code ID 就是比如说1 那就叫standard rate 就是 你导入多远就是多少钱 第二个呢就是GFK 这是纽约的一个机场 对吧 他当然就是一口报价 对吧 三个是一个WAR 就是也是另外一个机场 是吧 是呢叫Nansal 这个什么地方 他可能是 嗯 呃 计价的方式不一样 对吧 negotiated pay 就是说 你跟他商量定价了 对吧 这group right 可能是 嗯 有特别多的人打地 他可能要给些discount的 或者啥的 这个不太明白 对吧 所以呢你要去查 这些column是什么意思 对吧 如果你比如说你看这个payment type 对吧 这个1呢就是代表是用cracker付钱 对吧 2呢就代表这个用cash付钱 什么这种 好 我们现在知道这 我们就知道这一行是啥意思 对吧 比如你想知道这个4的话 这个4我们刚才是啥是啥去了 这个4的话就是 在这个地区打地的 对吧 所以呢他可能机架有点不太一样 对吧 然后这是pickup location id 对吧 嗯 你看这里可能有好几百个id 对吧 就是代表我们纽约的不同的街区 比如说 这是drop off的id 对吧 那是passenger account 就是这里面有住了一个人 还是三个人还是五个人 对吧 这个意思 然后这是trip distance 打地画了 打了多远 对吧 这个打了90万 大部分呢都比较小 对吧 然后发了多少钱 这个画了400块钱 其他的比较小 10块钱 8块钱 那么actual 就是其他的这种客卷杂费 对吧 就是tax 你看这里还有个tip amount 那比如这0 就没有付小费 对吧 至少我们在这个dataset里面 你发现就没有付小费 然后有付1块5的 8块的什么时候 对吧 那这个打了31块钱付了8块 这个还算正常 这个tose amount 对吧 就是 过路过桥费 比如说 ehealth fee 这个不知道是啥 improvement surchage 大概是三毛钱 不知道干嘛的 这个total amount 就是把所有的钱都加起来 对吧 400年次就变413了 对吧 这个4块钱呢就变成6块8毛9 一种 payment type 我们刚才说了 要么是1要么是2对吧 要么用cash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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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trip type 这都为1 如果你摆出去的话 trip type是啥呢 trip type 对吧 1叫streetail 就是街上摇的 对吧 2叫dispatch 就是预约的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大概知道这个 trip type 就长什么样子 对吧 然后呢 有100万行这样的数据 对吧 你想想这孩子是一个月的数据 对吧 那可能有10年的数据 每年只有12个 对吧 每年都有12个月 对吧 你想想这个数量是多大 这孩子是green taxi 对吧 可能还有yellow taxi 对吧 可能还有uber 还有lift 对吧 这个数据瞬间就感觉是超大了 好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个数据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一般做 嗯 去了解这个数据呢 有个专业的名词 叫这个exploratory 写一下吧 data analysis 或者叫EDA吧 这个 很多人会说出来 你先做一下EDA 什么时候 你要知道他在说啥 对吧 我一般呢就是你把这个data frame 给load进来呢 你可以做个head 就是 前面10行 前面10行是什么样 然后tail呢就是 最后10行是长什么样子 对吧 你看前面是6月1号开始 现在就是6月3号 所以说明这个bass就是按时间选取排的 对吧 这是最后6月3号的情况 有时候呢你要看一下sample 是吧 就是他会随机抽取10个record 你看这就是乱的 对吧 给你看看是长什么样 你看这里有1有2的 对吧 因为有些这个数据 怎么说呢 可能前面都是好的 然后后面呢他又不怎么样了 对吧 你不知道你如果你光看前面的话 你也不知道这个后面是怎么样 对吧 如果你光看后面也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你要去random里面去抽取 10条20条的 对吧 看看他到底有个meeting value 然后house layer 什么这种东西 当然我们有更加系统的方法去做这些事情 等一下我们就会去说 我还是给他head吧 这样我们看起来更加顺眼一点 嗯 然后我刚才说了 其实 这里有个column names 对吧 这个不用说 大家excel里面很多时候也有 然后我说了这个thereferm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是有index的 index呢叫row number 是一个default 我们这里呢 呃就是0一直到最后 对吧 所以它是从0开始一直到这么多 啊 我们先 呃 因为 呃这个newyork taxi data 我们这个index 没有基本上没有被用到 我们到时候 呃过两三节课的时候 我们用到的时候 我们再回去具体去讲这个index 怎么操作 这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些一个东西 然后df.shape 这个我们已经说了 它会生成一个tuple 多少行多少列 对吧 这个没问题 df.column 它就会告诉你 呃 这column names 后面是多少 对吧 你看就是vendor id 就每个column的这个名字是多少 然后你发现没有 它这也是一个index 啊 所以呢 其实对于dataframe来说 它的行和列 其实是对称的 啊 有时候你做个df.t 比如说你做个df.t 就其实就是一个transpose 啊 这就巨大了 啊 我们刚才这个column 就变成这个rows 是吧 当然我们现在没必要这样做了 有时候需要这样做 对吧 因为有时候我们说这个data 是这个 呃 wide format 叫什么wide format 有时候说这个是一个long format 是吧 啊 因为一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data应该是一个long format 啊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一样 啊 然后呢 现在 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叫tidy data 应该是这么说的吧 tidy data 它的意思就是说 呃 一个正常的一个data呢 就是each row is a each row is an observation oh sorry each row is a record 就每一行是个记录 然后each column is an observation 呃 就是每一列呢 呃就是你的一个观察 对吧 比如说我就观察它呢 是什么时候上车的 我观察它什么时候下车的 对吧 每一行呢就是一个记录 对吧 就是这个人打击的就是另外一个人打击的这个记录 所以呢 我们这个data一进来了 就已经是一个tidy format 有时候它不会是这样的 你要做一些data这个transformation 然后我们讲这个 然后就刚才讲这个numpy一样 我们看一下它的dtype 对吧 dtypes 加了个s 因为它每个column都有一个type 你看 vendor id 是个integ64位的 对吧 然后这个data time 是个object 在python里面object 你可以认识它等同于stream OK 它是最general的一个type 你看我们这里不是时间吗 然后它现在是一个stream 所以呢 它不是一个data time的一个object 它就只是一个stream而已 所以呢 我们到时候呢 可能要做一些transformation 把它变成一个data time的一个object 然后你看这里有整数的 对吧 然后呢 这里是一堆小数 对吧 float 所以呢我们知道每一个column 它的这个data type 转什么样子 OK 然后呢 我们可以做很多操作了 比如说这个trip distance 就是打地画多远 对吧 你可以求一下这个打地 多远 这个平均距离 对吧 你看这样求一下 就说 说明这个data里面 平均打地画了2.7万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又知道这个信息了 对吧 就是说 在纽约如果你是打一个green taxi的话 它平均就打了2.7万 对吧 这个距离还是非常之短 对吧 然后值得一说的话 我们这里又用了一个df 然后一个中控号 对吧 然后用了一个 这个stream 然后把这个名字给放进去 对吧 去distance OK 你看这里也可以 autocomplete OK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某一个column 对吧 其实这个column呢 是一个numpad的一个object OK 所以呢你可以用这个numpad.min 我看一下 其实我的不太确定 其实 看它这个type到底是啥 对 它现在还是一个panda series OK panda series 因为它还是有index的存在 但是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numpad.min 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里面 我可以看看 你看 triputed distance 它就告诉你每一次打地的这个距离是多少 但是前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是不是有七八九 就是它的index 是跟着这个column跑的 你可以认为是对吧 如果你不想让它跟它跑 你写个values 你看 你看 它就变成一个array了 对吧 就只有这个打地就是距离了 前面这个行号就不存在了 对吧 如果你这里再打个type的话 我保证就是一个numpad的array 对吧 你看 numpad ndarray 所以这样的话 就能跟我们上一课讲的东西 能够结合起来 对吧 你看 这个array的话 你想知道它的min或者这些东西的话 这没问题 对吧 你就直接点min就行了 对吧 2.7 你看跟这个是一样的 对吧 当然你这个value是你不写也没关系 因为它知道你经常做这种操作 对吧 也是2.7 你也可以求出它的这个medium 对吧 嗯 medium 1.78 就是中位数只有1.78 对吧 但平均数有2.70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一般来说平均数都会比中国人税高 对吧 就看 就像大家看这个中国统计局说 中国人均GDP人均收入上了1万美金 什么这种 对吧 那可能马云一个人就可以点 可以点几十亿 几百万人可能都可以了 对吧 所以呢 其实至少有50%的人还是达不到这个要求 可能我估计80%的人达不到这个要求 对吧 所以这种统计局的人都很坏 是吧 他不会告诉你中位数的 其实 中位数呢 反而是更典型的 对吧 因为 很多时候我们要用中位数就是 第一个呢就是不想被平均 第二个呢就是有outlier的问题 对吧 你想想 如果 一堆数里面 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 比如说 就大家的这个收入吧 一个人是挣10万块钱一年 另外一个人是11万 另外一个人是9万 另外一个人是8万 什么 这平均呢就大概是10万左右 对吧 但是三抛有一个人就挣这么多钱 就是马云 比如说 你想这个平均收入一下就上升多少倍了 对吧 但是如果你用中位数的话 那你这个就去掉了对吧 跟这个8一起就去掉了对吧 那中位数还是10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用这个medium的它的好处呢 就是insensitive to outliers 对吧 就这个 然后我们讲了这个 就是你可以对每个column 进行一项 这种numpad的一些操作 对吧 min啊 medium啊 然后max啊 min啊 什么这种东西都可以的 对吧 variance也可以求出来 对吧 就是你想求出 当然我们一般不用说variance 我们说span division 2.84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只是考虑一个column 对吧 我们有时候呢 要考虑多个column 嗯 我们选一个column呢 就是用中括号 然后写这个东西 对吧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我这里也得说一下 嗯 就你可以写df uh square 然后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写df.chip distance 啊 这也是完全整同的 其实是 但是 有点不好的一点 就是说 啊 df.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你可能比如说 你的df.me 啊 他就会confuse 就是这个 mean呢 到底是 fairframe的一个函数呢 还是它的一个column 啊 因为有时候 你可能就有一个column 叫me 你就这样写了 啊 但是呢 呃 会有一些ambiguity 在这里 所以呢 我个人 我一般都不会 呃 写个点什么东西 我一般都会这么写 啊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你选择一个column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写 你选择两个column的时候 你就不能说 点什么东西 你选择两个column的时候 你应该这样写 你要点两个括号 啊 然后里面是这个list 啊 啊 然后呢 比如说我想看看这个chip distance 和这个total amount 的关系 对吧 就是打击花多少距离和花多少钱 还有 之间的这个关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吧 然后呢 这是学机抽取了十个样本 对吧 这个我们说过 你要用这个double brackets 去select multiple columns 啊 为什么是double brackets 不是一个single 呃 你可以这样想 就是 呃 等一下 你可以先进入一个list 对吧 啊 就是column 啊 这个column呢 就是你要 呃 选取这些column 对吧 比如说就是这些东西 对吧 啊 这两个column 对吧 放在一个list里面去了 然后你再把这个放在这里 这样的话 你看起来更加自然一点 当然如果你做习惯的话 也是 呃 你也知道就是要用两个这个bracket ok 啊 然后你就可以去慢慢去观察这些东西了 对吧 你看这个人是打低是 而且我这是随机抽取了十个人 对吧 他打低3.8麦 花了17块8 感觉还ok 4.9麦 23块3 1.3麦 8块8 对吧 13麦 48块钱 1.7麦 10块钱 4麦 24块钱 感觉这个data 就quality还是不错的 对吧 因为这都比较make sense 跟我们这个预期的也差不来太多 对吧 啊 但是 有时候 我想想 有些column 比如说你这个 你行个100吧 我看看有没有 啊 不太对劲的这些 感觉都还都还正常 对吧 那我们这个数量是特别大的 啊 啊 我们随即抽取100呢 啊 还是你看不出 啊有什么太多问题 啊 啊 说明我们这个data query 至少so far 还ok 对吧 但是很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呢 就叫garbage in garbage out 对吧 因为如果你这些column 这些数字 你都我都不敢相信的话 你 嗯 就好像你做做菜一样 你这个原料都坏了啊 啊 那你不管怎么做 那你也做不出什么东西 对吧 啊 啊 所以都没有必要 所以你一定要去check一下 啊 这个东西data integrate 啊 啊 就是你要至少要做一些 基本的一些check 对吧 啊 你不要一匆匆忙忙 你就去做model啊 做 呃去做比较advice 一些东西 是吧 你要你要build some confidence 啊 对这个data 对吧 ok 就这个啊 啊 然后呢 我这里呢 就用了一个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 呃 所有的column 和这个date相关的 这个column 我都找出来 对吧 啊 我就用了这个list comprehension 对吧 你看呢 就是column for column in df.column if这个data in column 然后呢 我去选择这个column selected 谁就抽取了10个 因为我想看看这个pickup time 和dropup time 能不能make sense 是吧 啊 啊 你看 比如说这个人就是6月2号下午1点20上车 1点29下车 没有问题 对吧 12点27上车 12点35下车 没有问题 8点38上车 8点50下车 啊 就随机看了几个都 啊 还比较 啊 可以对吧 好像没什么太多问题 ok 然后你看我自己的话就我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个data跟data相关的 这column有多少个对吧 如果他有五个 那他就会显示五个给我看 对吧 我们现在只有两个 就是上次时间和下次时间 当然没有问题 就这个 如果这个data 有可能是大写 有可能是小写 对吧 那你怎么办呢 啊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测试吧 就是比如说 嗯 我们现在这个data都是小写 对吧 我想知道 不管你大小写 我都把它这些column给搞出来 对吧 我们做一个改动就行 我们只在一个地方做一个改动就行 如果大家有idea的话 就在我们的comment上面写一下吧 啊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啊 每一位同学回答吗 哈哈 哈哈 就是不区分大小写 啊 我们现在就是说 只要这个 column name里面有date 这个东西 我就把它挑取出来 对吧 但是这个date 有个人大写 有个人小写 那我咋办呢 是吧 其实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 你可以这个column里面 就每个column 不管怎么样 我都先变成 啊 小写 对吧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因为他都是已经小写了 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trick 就是说 如果这个date 是在这个 每个column 把它 不管是大小写 我都已经变成小写了 对吧 你就能够啊 做到这一点 就这个 啊 如果你要删除掉一个column 怎么办呢 比如说你这column 看起来没什么 任何意义 是吧 你就用这个del就行 是吧 当然 我们 跟大家说过 就是你比较 defensive coding 是吧 我说过 if这个vendid 在这个df.column 里面 我就delete 这个df manid 如果你再去显示的话 你就看不到这个manid 了 这个比如我执行一下 然后 你删除一个不行 那我就删除好多吧 啊 我觉得不要紧的东西 我都删除 我想把这个data 收小一点 对吧 这样可以 其实是啊 你想有比如说有 100个column 对吧 你可能把不要的column 你可以都删掉 这OK 或者你也可以把 你觉得比较重要的column 你放到最前面 把不重要的column 你放到后面去 这也是可以的 到时候我们这个作业 就是要布置一个 这样的东西 给大家 让大家做啊 我这里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column 去delete 这个例子里面 我都不想要了 对吧 我就是一个去删 对吧 for column in column to delete if column in bf.column 我就去delete 对吧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他已经被我删掉了 对吧 else 就是他不在这里面 我就说他no longer exist 就是我现在执行一下 他就告诉我 这些东西都删除掉了 对吧 如果你再执行一下 你看 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 对吧 因为我已经删除掉了 就这个 好 然后这个呢 是 有各种方法 去选取这个column 因为这column 就是有可能很多 对吧 比如说你看看这个column 现在还要这么多 对吧 你可以用这个df.column 这个range去选取 对吧 比如说我想 r4 我执行一下吧 他呢就给我显示了 这个 第二个column 和第三个column 对吧 如果我写个r8 对吧 它就是r34567 这几个column 给我选取出来了 这也是选择column的一个方法 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还是想看看这个sample 长现长什么样子 对吧 你看 我之前有一些其他column 我现在已经删掉了 我只是想把那些信息量最大的一些column 给选取出来 接下来我讲一下这个 不同column的这个 特点 对吧 有些column呢 它的值是有限的 这些值呢叫categorical variable 比如说这个ratecode ID 它就只有几种code 比如说1,2,3,4,5,6 对吧 对于这种categorical variable 一个最常见的一个function 叫valueCounts 比如说 对 我就执行一些 valueCount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是1 就是那个standard 就是标准收费的 是吧 就大部分都是标准收费 然后呢 5呢 有17000个收费 我们看看这个5是啥意思 5的话 就是negotiate fare 就是你可以跟他涨价还价的 那应该是 还是有人会跟他去negotiate 那可能是 sorry 有点乱 对吧 然后2呢 我不记得是啥的 我不用太去管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比较小了 一个量级小了 两个量级了 非常非常小了 是吧 虽然有2000多个 但是我们这个数据量是100万个 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做一个valueCounts 我们就对这个Counts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 是吧 就是每个category 它大概有多少个分布 是吧 然后我们这里生成了一个IDCounts 这个IDCounts是啥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这里已经写到这下面了 你看它这个type 它叫PandaSeries 这个Series是啥意思呢 它就是一个一维的一个东西 PandaDataFrame是一个二维的东西 这是一个一维的东西 一维的东西 就是它只有一个column 然后呢 但是它也有index 然后你看我们这里它的index就不一样了 我们刚才是1,2,3,5,6,7 对吧 你看现在的index就是1,5,2,4,3,6 对吧 因为它按这个东西是从大到小排列的 就是说 就是readCounts为1的是最多的 5是其次 在2,3是其次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你看它的.index 它就给我们这个rowname 对吧 1,5,2,4,3,6,9,9 对吧 所以呢 你看我们这个index就跟我们刚才不一样了 对不对 就不是那种很trivial的index 有时候呢 要用得到 就很有帮助 其实是 然后我们之前讲的这个.values 就是把index给去掉了 对吧 我们就只看这个value 你看这个values呢 就是这些数字 对吧 然后呢 它呢 是一个nbarray 好 我看这边执行吗 执行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type 我这里偷乱了一下 就是如果你打一个underscore的话 它呢 其实就代表 你的这个JupyTNodebook 上一个变量返回的值 就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想写这句话 但是呢 你要想对它进行一些操作的话 你就写个underscore就行了 你看这样 sorry 这个执行了吗 ok indarray 对吧 如果 比如说你这个 对吧 你也可以写 我看看几个underscore 0 对吧 你看 就是这个值 对吧 当然这只是一些很小的 一些trick 这些东西 这都是ipy上的一些东西 就是比较interactive 就是让大家抽一点了 就是这个column 对吧 但我可以对每个categorial variable 是同样的一个操作 对吧 比如说这个passenger count 我也可以执行一下 对吧 就是这个车上坐了多少人 然后你看 这里一个人呢 有这么多个人 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在打地 对吧 人家说纽约都是很寂寞的一个城市 对吧 所以能打地的一个人打地的鸡腿 比两个人打地的鸡腿多十倍 还不止 对吧 你看这个二 接下来是两个人 再接下来是五个人 再接下来是三个人 再接下来是六个人 对吧 但是 你看看这里还有什么 八个人 还有零个人 这零个人打地 看来是怎么回事 对吧 其实这就是一个data quality 的一个issue 对吧 因为这不make sense 当然虽然这个量 是非常之小的 对吧 当然你可以做些 argument 就是说 它的这个percentage 是特别特别小 所以我可以忽略这个东西 但是你想 五个人打地 比三个人打地 更常见 这也不太make sense 对吧 一两个人打地很常见 这三个人应该是 比五个人会常见一点 对吧 就是人数越多 应该是越罕见的 但是为什么五是比三 要常见 这也是有点不太make sense的东西 对吧 你可能要去研究一下 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 当然我们这里的也比较小 如果这里的是比较significant 可能的话 你可能就要考虑这个问题 对吧 你可能去 去调查一下 这个subset 就是把五的 这个dataframe 给挑出出来 对吧 三的也挑出出来 然后比较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规律 这是这个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 这个dataframe 找到什么样子 对吧 然后呢我这里呢 就是做了一些集体的一些操作 什么操作呢 首先是我用了一个fansindex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这里能不能生成这个东西 所以好像还可以 就是说 我知道这些column 是categorical variable 对吧 所以呢我可以写个loop 对吧 做一些value count 这样的话我不用一个个去写 比如说 这个store and forward flag 是no是那么多 y是那么多 但我现在不care 它是到底是啥意思 readcode id 这个是我们刚才看了 对吧 pickup location id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 是在第74区 上次的人是最多的 对吧 其次是41区 什么这种东西 对吧 你看这个 variable的话 它也是个categori variable 但是呢它的categori 特别多 可能有200多个不同的街区 对吧 然后呢 drop off location 对吧 我们这样滚下来 我们就能看到 对这个dataframe 有个基本的一个了解 对吧 我们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payment type 你看 就是用现金付款呢 和用信用卡付款呢 基本上是1比1的关系 对吧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knowledge 对吧 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 一个insight 对吧 至少一个基本的一些统计 就是说 我们知道在纽约打低的话 对吧 就是这个人掏 现金和掏信用卡 是 概率基本上是1比1的 对吧 就是这个啊 或者chip type 对吧 我忘了这个1和2是啥意思 这样的话我们就对categorical variable 都做了一个同样的一个操作 对吧 而且呢我自己写了一个loop 做这样的事情 我就不用一一去做这个事情了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 其实这就是一个automation 对吧 你认为这是一个automation 提高你的这个效率 对吧 这里的话 你看我这里还是做了一个value count 我去查了一下 比如我想知道的 最常见的10个drop off的地方 drop off就是下车的地点 对吧 我可以在这个 我看看这个drop off 这是DO是长什么样子 ok 然后呢我想看看前10个 sorry 我写错了 对 前10个就是这么多街区 然后它分别有多少人 这都ok了 对吧 然后我稍微讲快一点点 这个 我们之前好像讲过这个OS 这个package 对吧 就是建立各种文件夹 这种 这种东西 对吧 建立文件 查找啊 显示一下这个文件夹 有多少文件 有来线文件啊 什么这种事情 我这里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 如果 我当前这个文件夹里面 没有fix 这个 文件夹的话 我就去make一个directory 叫fix 我先看一下我们现在有没有 这个 嗯 有fix 对吧 然后里面有几张图了 对吧 我把这个删掉吧 这个没问题的 对吧 现在没有fix 对吧 我再执行一下这句话 对吧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有没有了 对吧 现在已经有了对吧 虽然里面现在还是空的 啊 啊 我之前这样写的 这个大家call的时候也很重要 就是说 你要defensive一点 就是说如果没有fix 我就create一个fix 如果你就直接写你create一个fix 那可能 之前有一个呃 文件夹fix 里面有你很重要的文件 你再create make and decorate 他可能把前面这个文件夹给overwrite掉了 对吧 那你就痛苦不已了 所以你不要这样做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对 我们 想 我们这个categorial variable 就讲完了 对吧 那肯定还另外一个叫continuous variable 对吧 continuous variable就比如说 这个打字的一个距离 对吧 那可能是一卖三卖 两卖一点五卖 什么都有可能 对吧 你做university analysis 你一般是做一个hixgram plot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写了个 plt.hist 对吧 然后做df trip distance 当然你这个看不太出来 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hixgram plot的话 它的x就是25mai 50mai 75m 这类就是count 有多少个人 是那个区间里面的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这里就是99.999%的人 都是打底 可能都不超过 40mai 对吧 但是有极个别的人 可能打底 打了175mai 对吧 就是去查了175mai 对吧 因为可能就是有一些人想不开 对吧 比如说就打底从 纽约跑到dc 来了对吧 然后 比较任性 对吧 但是呢也在我们这个dash 上面去 对吧 但是这绝对是个outlier 对吧 因为它不符合这个典型的这个 这个 打底的这个规律 其实是对吧 对吧 而且这个图类也不能说明什么东西 因为它就是highly skewed 对吧 就是说highly skewed to the left 这是一个名词对吧 highly skewed to the left screwed to the left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可这样干 总的原因是你可以找出来 就是 这些点可能特别特别少 对吧 我这里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 我做了一个booling index 对吧 我们上期刚刚讲过这个事情 就是 我把这个chip distance 达尔100的这个dataset 这个找出来了 然后呢我想看看 这些 记录里面 它的这个chip distance 和total amount 之间的这个关系 对吧 我就执行一下这句话吧 你看也就一共有就 10个左右记录 对吧 打的距离是超过100的 对吧 然后它花多少钱呢 也是400多 100多 所以它还是 感觉还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呢就是 就特别少 但是它占据了我们这个 这样的很大的一个空间 对吧 如果你把100改成50 对吧 你就发现这个多很多了 对吧 也不是特别多 对吧 相当100万来说 这个不算特别多 这些100万 所以说这些记录呢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只是它就是一个outlier ok 就是这个 我还没做这个图 是吧 我应该 这样说吧 我写个 这是大于100 对吧 然后如果你直接发现了 其实还有很多等于0的 你看 这次等于0 为什么这么多记录 对吧 有一万多个记录 打低距离为0 但是 它的这个total amount 还是还是花钱了 对吧 这次记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也是需要值得 研究的一个问题 哦 然后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这里还有-35 对吧 这个谁打低 是发了-35块钱 有可能是这个人 本来是花-35块钱 然后又给他一个refund 这又是一些问题了 对吧 你看这里有3.8-3.8 这可能就是一个refund 的一个一个显示 对吧 你看这也是3.8-3.8 13.3-13.3 对吧 这可能是一个refund的一个东西 这也有可能是一个问题 对吧 但是呢 你看这个等于0的 这个记录就多很多了 这一万多个 对吧 我们想看看有百分之多少的 记录是等于0的 比如说 对吧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不是大于0 大于100 你看我们就是对一个column 就已经出了这么多要额的事情了 对吧 就是大于100的有这些人 当然感觉是正常的 等于0呢 又一万多个 但是呢 有些可能是refund 有些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吧 首先我们想看看这个chip distance 等于0的 有百分之多少 对吧 啊 我们刚才之前说过 这个boolean array的话 boolean array的话 然后你写个min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是1.18%的数据 是这么多的 对吧 然后你可以去看到 这个1.18% 但是多还是少 对吧 这是另外一种方法来写 就是我可以把chip distance等于0的 这些records都做一个subset 然后去看一下它的shape 有多少行 对吧 然后再除一下这个dataframe的整个的行数 再乘一个100 你看这个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呢 用这段写法更精烈 对吧 当然你这样写更精烈 点命就行了 对吧 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我们就知道有1.18%的记录 它的这个chip distance为0 对吧 这个呢 可能我也不需要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可以用这个quantat这个function 就是 我做一个highcard和lowcard 我执行一下吧 0.95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想知道 大家考过GIE托付就知道 就是说他告诉你这个分数 比如说你考了800分 对吧 然后告诉你 你比95%的人高 对吧 比如说GIE数学一般都是92% 因为有8%的人就是得满分的 然后这8%的人全是中国人 其实 对吧 这里呢 就是说你打低 如果是打低 打八卖的话 你就比95%的人 打低的距离要长了 对吧 这个2%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打低 打低是0.2卖的话 只有2%的人打低的距离还比你短 对吧 然后呢 我可以做一个highcard和lowcard 就是把过长和过短的我都去掉 然后再做一个highcard 记得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 啊 这里稍微有点长了 对啊 你看我是怎么做的 啊 选了一个column 叫trip distance 把这个max card minimum card都找出来 对吧 那做了一个subset 你看我这里用的这样一个end 对吧 过大过小的 我都去掉了 对吧 然后呢 做了一个hysgram plot 把这个plot 这个xlabel 就是这个trip distance 就是用这个column做出来 对吧 ylabel就是probability 啊 其实是cons了 对吧 我可以写一个normalize 等于true也可以 啊 但我现在是 这个图来只是给我自己看看 对吧 我并不是 给老板看也没问题了 但是并不是这个东西 发表在公司的年报上面去 对吧 那肯定这样图来是太太幼稚了 不太好 不够精美 对吧 或者是发表的论文上面 这也不行 那ylabel是probabilitytitle 对吧 这就是这个词 对吧 trip distance histogram plot 就是column加上这个东西 还有一些很多这种parameters 就是font size colour 什么这种东西 我再执行一下 然后呢 我把这个图呢 savefix 对吧 你看我save.fix 这个文件夹 以我这个column 命名的 点png的一个文件里面 然后呢 我也show了一下 对吧 它的图就长成这个样子 你看这个图的话 就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最常见打地的距离 就是大概1mai左右 对吧 然后呢 就慢慢去衰点下来了 对吧 就是越长了就越少 对吧 这个呢 跟我们这个预期呢 也是差不多符合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图呢save到 我们这个文件夹里面去了 我们先去看一下 你看这个有了 对吧 这个图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图 呃 存下来 对吧 然后 你以后做PPT啊 什么的 都可以用得到 然后当然这只是一个column 对吧 我们说了我们写code的目的 就是要解放人类的双手 对吧 让我们做事情更快 对吧 我们可以对所有的continuous column 做同一个操作 比如这个chip distance total amount 或者fair amount 一个是 呃 所有的钱 对吧 一个呢只是根据距离 算出来一个车费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对每一个column呢 我们都是 把 最高的1%和最后面的1% 都去掉了 是吧 这个图子叫cap and flow 就是把极字给去掉了 其实你可以认为 当然这个极字的判断呢 我觉得这个1% 只有来去判断的 然后呢 我就深深 你看chip distance 这个我们刚才看到 就长成这个样 total amount 对吧 你也能看到 你看 就是打击最多距离 钱最多的地方 大概也就是1-20块钱 对吧 这个我们的预期也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fair amount 就是 这是根据距离 直接计算的那个结果 对吧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 最常见的 就大概是七八块钱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 你看 我也把它save到这个fix里面去了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看 已经有好几个图了 对吧 你跟老板汇报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把三个图都给他看 对吧 然后他以为 你干了好几个小说活 其实你就写个路把它搞出来了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 大概我讲完这个 我们就看看还有多少 对吧 对吧 讲完这个我们就 结束今天的课程吧 我们这里还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 我们不是有个data time 的这个 这是一个data time的一个column 对吧 嗯 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format 对吧 它都很标准 其实就是这个format呢 就是year 大写的y 就代表是四位技术的 而不是两位的 对吧 然后有个dash 然后呢有个month 然后又有dash 然后又有一个date 然后又有一个type 对吧 这个t 应该是个type 对吧 然后呢有一个percentage hour 对吧 就是24小时进位的 因为是个大写的h 然后又冒号 对吧 然后又 分钟 然后又冒号又小时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对吧 然后呢 有好几个column type 对吧 本来是一个stream 然后现在呢 就变成了一个datetime 我们执行一下吧 对吧 你看 我们现在显示这个dtype 它就变成一个datetime的object 对吧 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 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想知道2017年6月1号 它是星期几 对吧 否则我就知道去人工去看 对吧 如果你不改变成一个datetime的object 它我就一下子算出来 对吧 或者我想知道 这个打地化了多少长时间 对吧 那就把这两个相减 那两个stream是不能相减的 对吧 两个datetime是可以相减的 它就变成一个time data的object 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前讲的这些东西 都能够到现在 都能够用得到的以后 大家学的东西 肯定没有白学 这个hahn肯定不会白留的 大家一定要放心 我不会讲任何 可能没什么太多用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datetime 这两个column 的格式改了 对吧 对 你看 我这里改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些操作了 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个是星期几 对吧 我们可以用一个apply function apply的意思 就是说 叫element-wise operation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column 它都是一些datetime的object 对吧 但是我们这些function 比如说 找到一个weekday 它只是对一个元素进行操作 它不是对一堆元素 就不是这种group的operation 是吧 那你需要用一个apply function 点apply的话 你加这样一个function进去 对吧 这个function是啥呢 就return 它的argument是x的话 这就是x return啥呢 x点weekday 对吧 weekday就是星期几 5呢就代表是星期六 对吧 因为0是星期一嘛 因为所有东西都从0开始了 所以很多时候都要有点变了 你要加个1 减个1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function 对吧 就是找到它的weekday 然后这个function呢 我们只用了一次 然后呢 这个方法又特别简单 在patron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把这个方法 变成一个nambda function 如果你这个function used only once used only once and very simple 对吧 你可以考虑 你可以用这个nambda function 对吧 当然 有些同学可能一开始 还不太习惯这个东西 但是呢 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简单 反正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它是为了让你少写code 对吧 否则你要多写两行 定义一个方式 但是这个方向呢 你就写个nambda 比如说nambda x 那x就是这个column里面的 一个元素 你就可以这样认为 对吧 那反飞啥呢 就你这个冒号 这个x点一下weekday 就行了 对吧 所以我这里呢 生成了两个column 一个叫weekday 一个叫weekday 目的呢 就是想给大家证明一下 这两个column 是完全一样的 你看这个数量很大的时候 它执行起来 还是有点慢的 就是说 你看 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在 对这些 对达分进行操作的时候 每次操作完 你都去 display一下 你要预期的效果 看看 实际的效果 看你跟你的预期是不是一样 我这里的就是证明 这两个东西是consistent 你用哪个都好 当然是写 最好的话 要少写很多code 所以呢 要prefer 你要用这个东西 对吧 你可以对weekday 就进行一些value count 对吧 因为它就只有七天嘛 对吧 你就发现 基本上都差不多 对吧 星期五的打低的人数 是最多的 对吧 当然有可能是 这周有五个星期五 对吧 可能这四个星期其他什么东西 但是 我们到时候就会去发现这个规律 就是 一二三四六六七 对吧 然后哪一天打低的人数 是最多的 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对待生产 能够回答的一个这样的问题 OK 就是上次 上次不知道谁 我们有个Nan Continuation 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时候写句话太长了 对吧 如果一个括号 还没有接触的话 你可以 放到下号 你继续去写 他会认为这两行是一行 对吧 对 就在这里 我就顺便把这些讲了吧 我们说了 就是我们把这两个 上次时间和下次时间 都已经 转化为一个DataTime的object 是吧 这样我们可以相减 你看我们就直接相减了 这样相减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universal function 因为这是一个nump object 这是nump object 所以它可以相减 对吧 那相减完了是一个time data 一个object 它是一个抽象的object OK 但是我们想得到就是说 这个trip time in minutes 就是打地花多少分钟 这样一个object的话 你看我们就用了一个apply 对吧 怎么apply呢 就是nump.x 就是x.total seconds 对吧 你花多少时间 如果你除一个60的话 就多少分钟 对吧 所以我执行一下这个东西 再然后我就知道 它这个距离花多少时间 对吧 我又知道它的距离 又知道它的时间 距离除于时间 那就是它的速度 对吧 这样我就知道 它这个打地花生的 这个平均速度是重要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看 这个平均速度做出来之后呢 你也可以随机抽取 10个样本出来 然后看看早上怎么样 对吧 比如这个技术呢 就是打地花了17分钟 跑了4.5mine 速度呢 就是15mine每小时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去看看 哦你看这里 因为这是0嘛 是吧 然后是1.2分钟 然后因为距离是0 所以它的这个速度也是0 OK 所以那可能有点点小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先不管了 好 然后 咦这里 这还是跟刚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这个trip time in minutes和speed 这两个derived columns 对吧 我深深的两个新的colum 我也想看看这个两个colum 它的这个分布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看这里的话 就打低平均的 就都是花个5到10分钟 对吧 是最常见的 然后这个速度呢 打低的平均速度 就是大概是10mine每小时 是吧 大概range的 就在5到18 什么这种mine每小时 是吧 都是比较慢的 都是室内的公共 是吧 好 我们今天呢就到此结束吧 我这里mark一下 stop here sorry我们今天有点超长 因为我们这个 pandas这个内容就是非常之多的 而且好多东西都非常细节 还一个就是 其实面试的时候很少有人 就是直接去考你 给你一个dataset 然后问你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怎么去操作 但是一般考你的方式 就是给你一个project take home project 让你回去去自己操作一下这些东西 然后再画给他看一下 然后你面试 on-site的时候 他可能去跟你聊一下 这些你做的这些东西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他可能是在你网上面试的时候 给你一个白板 给你一个notepad 然后呢 或者google document 什么这种 就是他给你一个dummy 的dataset 然后让你自己在上面写code 然后写这种panda 去怎么manipulate 怎么做transformation 这些东西 然后他那个人就在那边去看你怎么写的 谢谢啊 这个啊 但是呢 我们今天还是得把这个 啊 作业要大家做的这个东西也搞清楚 ok 第一题 我们还是在做这个new york green taxi data ok 我们现在还是在处理20 我刚才是2017年6月份吗 不管了 反正是这一年这一月的 比如说somehow 我就对6月6号这一天的数据特别感兴趣 对吧 我现在呢就想 你把整个dyaset拔下来 对吧 然后把 只把这个6号的数据给找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6号数据呢 去save成csv 啊 然后存在你的硬盘里面 啊 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吧 你看这个sampledf的话 都是6号的这些东西 第一题 第二题 啊 我想建立一个categorical variable 比如说这个chip descent的话 就是 任何一个卖数都有可能 对吧 啊 然后我就定义一下就是 这个如果是大于10mine的话 我就认为是high manage 啊 它打击距离是3到10mine 就是medium manage distance如果小于3mine的话 就是low manage 对吧 新建一个新的column 你看 叫distance categorical 比如说这个是大于3mine 就是medium manage 对吧 其他都是小于3mine 就是low manage 没有大于10mine 对啊 我这里学区抽出了 五个数据点 对吧 那你看一下怎么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radical code here 对吧 你看这里的话 大部分都是low manage 对吧 hide是非常少的 第三题啊 都是一些比较琐碎的一些操作了 就是看大家怎么做这个东西 我们做这个passenger counter的时候 发现这个 步骤比有可能是为0 对吧 啊 我们呢想把这个0改成1 就是passenger counter如果是0的地方 我就改成1 那我这个1是怎么来的呢 1呢是 这个passenger counter这个mode 对吧 就是统计技术的一个概念就是 最常见发生的一个东西叫mode 啊 然后看大家怎么去操作这个事情 就是 比如说你在做一个value count的话 这个0就消失了 对吧 它就因为它归于1了 啊 第四题是要change this name 比如说 啊 这个什么lpe pick up data time 啊 我想把它变成pick up data time 就把这column name给改变一下 你看看怎么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啊 虽然我们上课没讲 但是这很容易 啊 你Google一下就找到了 你看before change是长成这样 after change是长成这样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想把这个column name 给改变一下 第五题 我要delete这些column 这个我上课讲了 啊 第二个没讲 就是让大家去想想怎么办 就是 我要把最重要的column放在前面 但是其他不重要的column呢 我也不想把它删掉 比如说最重要的column就是 就是打算的距离花的时间和付款的方式 这三个column 我想把这三个column放到最前面 其他的放到后面去 啊 你看怎么怎么办 第五题 啊 第六题 啊 就这么多了 第六题 就是啊 我还没讲 啊 但是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商课的科件 然后看你能不能figure out 怎么做出来 啊 是这样子的 我想看看 plus the total count of trips and average speed as function of day 啊 就是说 每个月不是有三十天吗 对吧 我想看看每天的 呃 有多少人打低 然后每天这些开车的人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啊 然后呢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 pattern OK 然后我这里已经帮大家把这个图做出来了 就是最后的效果是长成这个样子 你看看 就是 呃 一天 就一个月 对吧 然后这个 呃就是就是中位数的速度 对吧 速度呢 你会发现就是 很明显的是有一个weekly pattern 啊 然后呢 最高的这两天呢 两三天呢 就是星期五星六星天 就是说 这个速度最快 因为星期五星六星天 就是上半族的人 就是平时开车的人 他就都不开车了 对吧 啊 所以呢 就路上车会少一些 所以这种 打低的人 就是呃 第一次的速度要快一些 对吧 这就 呃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其实我已经把结论告诉你了 对吧 我现在就是让大家解扣人 看能不能 呃 confirm 一下我这个结论 啊 然后打低的人的这个pattern 是什么样子呢 你看也有一个这样一个pattern 啊 也是成一个周期性的 你看这肯定是七为周期 比如说这是最高点吧 你看 这是从这里数起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吧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吧 就很明显发现有个这个weekly pattern 对吧 啊 但是我具体我忘了这个打低最高的这个点 好像是星期五吧 好像是 我不记得是星期五级的 是吧 啊 大概是 也是周末打低的人比较多 五六日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平时呢会少一点 啊 然后呢你看平时 我都能明显的发现一个在那个pattern 可能就是星期一 星期一打低可能是最少最少的 对吧 然后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又多一点 然后星期五星期六达到高峰 对吧 你看每一周都是同样的发生同样的一个事情 啊 the right summary of your observation here 对吧 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说 你啊 你搞了 写了这么的code 然后 发了这么的心思 然后做了这么图 然后呢 就是能够发现一些规律 然后好像老板汇报 对吧 所以你这个怎么汇报呢 其实 呃 也是有艺术的 对吧 呃 就是说 看你这些written 呃 怎么做presentation 对吧 你说几点对吧 呃 这个是 呃 这个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是 所以呢我这个就不 你大家不需要写任何code 就是说 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对吧 跟我们解释一下 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OK 这是 今天我们这个超长的课 啊 啊 就到此结束了 啊 啊 这个内容很多 啊 但是好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这周五是不上课的 因为我们星期六不是要聚会嘛 是吧 啊 然后我们下节课会星期一 所以呢我们这个作业呢 然后还有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大家有一天的 有一个星期时间去消化这些东西啊 好这是我这节课要讲的所有的内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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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